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收看港台電視31和香港電台 電台電視同報直播的香港暖流 我是袁子佩佛師 我是陳永業 永業 永業, 最近我們今天這個VIP 可以說是非常紅 去到不同的地區唱歌 為什麼他會遊走這麼多個區 原因是因為他贏了中年號聲音 不過這個比賽是經歷過很多程序 他要披荊斬擊 然後才能夠獲得這個冠軍 相信你們也知道他是誰 馬上進入我們的VIP 我們的VIP 是他了…我們今天的VIP是周吉佩 吉吉 你好… 我想先問一個問題 贏了那晚, 即是決賽的時候 上次Tim Sir來的時候就說 吉吉的紅底褲很洗得 不要工作 我們就很想知道是真的嗎 是真的 當晚我…因為這麼多位評判 都有一些…是不是真的 這樣問我 我在慶功宴的時候 我都展示了哪些… 小小這樣… 小小… 他們說真的, 能發揮到作用 誰教你這條計劃 其實是我太太 她就說不如… 都做了這麼多事 到最後階段不如就試一下 寧可順其有 那好吧, 那就做了 就是萬無一失 是的 跟她說慢的表現一樣 是一點都沒有失準的 沒錯… 還有挑戰這麼難度高的歌 我真的要讚你吉吉 謝謝… 那一晚唱得很好 謝謝… 剛才你跟我私下也說了 其實在之前那幾個階段 你的成績都是一般的 是 在下游的 是 但突然之間在那一刻 爆出來 你有沒有想過會這樣呢 首先說決賽的那幾首歌 我自己本身那幾首歌 都唱了很多年 已經很有熟悉 起碼已經擔心少一件事 只是讓自己進入那個狀態 所以反而我… 跟她們所說 我本身是下游位置 我也想著要輸了, 準備 我不想太多了 不如享受去唱吧 就是用這個心態 所以可能決賽那天 我真的很鬆 我想你玩就算了 志在參與 是, 很輕鬆自如 是… 另外, 很難得 就是你要選一位陳慧嫻的跳舞街 對… 眼前一涼, 一個男生唱跳舞街 好像是第一次聽到 真的 因為本身打算玩安全一點 打算彈電結他 快歌環節 不如玩紅色跑車吧 是 本身是這樣的 是又有型的 是 製作組也覺得這首歌挺合理 這首歌 那去到比賽的前五、六天左右 那我就想 好像真的很安全 沒什麼驚喜 就是大家都期望了你彈結他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當時的一廠那個場地 就大過本身錄影那個廠 是 就是小 大很多 那變了我想想想想 怎麼利用這個台呢 多一些呢 那我就想 會不會彈電結他 就是加上舞步呢 本身是量度這樣的想法的 想想想很多情況都不許可 不如放下結他吧 我曾經記得肥媽說的一句話 他說你別彈結他吧 這樣說 為什麼?他覺得彈得不好聽嗎 不是,他覺得… 因為你會影響你唱歌 現在這個歌唱比賽是以歌 你要你的聲音先走 這個他說未必會加分 真的坦白說 他說很老實,你不要彈結他 你要兼顧嘛 對,因為我覺得我也要有贏 我經常用這個包袱給自己 那聽了這句話 我真的想著 好,那我放下吧 就不如想一首跳舞的歌 是 那我當下不知老海 一叮就叮了跳舞的歌 那就是跳舞街 第一次已經想起歌 是 那其次就是會覺得 嗯,這首歌 很多男生的版本的確是少見的 是的,真的 是的 我網上找了很多搜尋 我都沒見過男生唱 只是唯一聽過 有一隊廣東的樂隊 是 他們唱過 那我就不如試試這個版本 那我就跟Benny打聊 那一聊之下就覺得很棒 那接著就開始排舞了 但是排舞的時間真的確實很少 只有三天的時間 三天? 比賽前三天 你是不是有這個舞蹈底子? 我是沒有的 有舞蹈底子是零的 我是 很硬的 沒有的,完全沒有 那怎麼搞的?只有三天 沒有的,很緊張的 其實第一天我練完舞的時候 排舞師都覺得死定了 真的死定了 哎呀 但是當晚我就回去就馬上狂跳 跳了一晚,第二天再回去試 那排舞師就馬上說 有希望了,有希望 那就是你有點天分 是,但是就是很緊張 因為沒試過跳舞 所以整晚比賽裡面 有三首歌要應付 那自己都擺了 比例上都多數是在跳舞界身上 因為跳舞 對,加上唱 所以我只是當作玩 起碼突破自己 因為我常常很想說 就是來到決賽 總決賽的關頭 你在這個比賽裡面 你為了什麼呢? 那我就覺得 我也想突破自己的 給自己一個藉口去努力練一下 那最後就突破了 成功了 抱著一個 因為我有時候豁出去 夠放 就拿了一個冠軍回來 但拿了冠軍之後 我有時候會怕 吉吉會不會開心 之外有一點點不開心 是因為打開其他日的報道 很多人都會說 哇,黑馬來的 為何是你? 爆冷的 為何? 好像覺得不夠認同你 你會不會有一點點響 那一刻 那一刻 當下會 還沒有這個感覺 因為覺得 都很開心 首先拿到獎 但是 開始冷靜過後 那幾天 有時候都會上網看看 大家的評論 或者身邊的人怎麼看 的確 連我自己都覺得 好像真的有點爆冷 連我也覺得好像是 但是又這樣想 我覺得自己都做了自己最好的一面 給大家看 我想我不能夠去取悅到所有人 自己都這麼多年 在這個行業裡面 都覺得 一直都不是很成功 去到這個階段 其實我都是一步一步 慢慢去證明給別人看 我的能力 我就想 不如做好一點點自己 繼續在之後的路上做好一點 慢慢給大家認識我 是… 是有不開心過一陣子的 有一晚我情緒比較低落 但是很好 就是一班中年好聲音的 兄弟姐妹 他們都說 不要這樣想 你那晚很好 大家給我一點信心 我就覺得很感謝他們 令我更開心 很難得 他說是一些中年好聲音的 兄弟姐妹 是呀 安慰你一會兒 因為當中有些人是大熱 是呀 怎麼也有競爭性 是呀 大家本身是競爭者 好像在這個位置 其實他可能自己也很想拿冠軍 慢慢說 那冠軍各個都想 是呀 我記得上次龍亭上來 其實他也很替他開心 是呀 他很好 很難得有一個這樣的比賽 你們這個情義 是怎樣可以培養出來的 還要是比賽 起初一開始的階段 譬如去到五十強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還沒開始有這種友情 因為坦白說都挺多人的 就是一百強五十強 大家都是閃眼見一見 Hello 那就算了 直至到二十六強 現在我們保持得最好的那班朋友 都是二十六強 我們經常會約出來吃飯 一起去看節目 在比賽裏面的確是 大家看到是很真實的 我們是真的有血有肉 大家是會哭 會因為你那個狀態不好 可能會淘汰了 我們會為你而哭 會抱著那樣 這些是很實在的感情 還有可能人到中年 真是很難得有一個機會 是好像小朋友一樣 認識一班志同道合 我覺得這件事很熱血 所以可能因為這件事 大家都緊扣著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當大家做了幾十年人 經歷了很多的高高低低 帶著很多情緒進來這個比賽 很多看法 而大家也是靠著一件事去維繫 但是大家就是很喜歡唱歌 因為這件事是大家的共同點 所以我相信這個就是 令到大家怎樣去真心 跟別人交朋友那種感覺 所以直至到現在 大家都是很好感受 是…比賽第二,友情第一 是 吉吉說人到中年 但是說真的 其實他很年輕 是啊 他跟我差不多大 那他比起我差很遠 說話這麼唏噓 相信他在中年好聲音 拿到冠軍之前 經歷了很多高高低低的故事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問他 我們要問一下年輕但唏噓的吉吉 08年出道,數數手指 十五年了 十五年是一個怎樣的時間概念 不是你的兒子都出了世了 當年出道的時候 因為當時我是參加 另一個電視台的一個歌唱比賽 那是2007年參加的 當時的嚴格來說 當時認識了松敏寶 一起比賽 我當時的比賽 拿到亞軍 順利成章就簽了一約 就做歌手 很快 因為當時自己也很勤勵 就不停去寫歌 想告訴公司 我想唱片、出歌 當時有份正職 當時簽了一約之後 對這個行業也很有憧憬 還有那種熱誠 我就把心一環 休息了 全職就做歌手 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 變了我一直都洗著自己的職速 又去出歌 很快半年間 我就出了第一張唱片 之後去了各大班獎禮 認識了很多歌手朋友 這件事發生得很快 但是去到大概 準備談第二張唱片的時候 因為預料當時的經濟不好 很多大環境因素 令到我第二張唱片的資金 就要不可以繼續下去了 變成唱片公司就說 不如我們所有的項目都暫停 連我的發展都要暫停 是 很快的年齡 很大打擊 本身你對這個娛樂事業 一個歌唱事業很有期望的時候 突然間跌一跌 這一下就打擊了我很多 當時電視台問我 你會不會轉型 下來做一下主持 那時候我就 比較上是想在音樂發展的 因為21歲 很想唱歌 對, 還有夢想 對, 其實不是不想做主持 而是我害怕那種… 我不行 我覺得自己不能夠做 勝任主持 為什麼呢 我當時口齒不好 不是吧 那時候的確是 說話不懂得帶氣氛 或者主持的 對我來說很難 要記事 所以我就軟距了 如是者呢 大概半年左右 我都沒有什麼工作 又出過度 亦都問過一些其他的唱片公司 那樣 沒有什麼回復 見過幾個幾間唱片公司 都是沒有回復 那所以去到半年後 開始覺得害怕了 就是都沒有收入了 那我就不如 找回一份正職 真的都要 那當時認識了我太太 剛剛認識 那我亦都拍拖 那就是經歷我人生 第一個最低的低潮 就是連錢都沒有那樣 就是這個位 那令我由慢慢開始做事 就是去到現在這樣 那那段時間會怎樣 其實那時候 除了拍拖之外 我太太很好 那時候就 除了是有時候 精神上支持我之外 那她都經常叫我 不如你真的沒辦法了 回來出來做事 找一份工作 那當時很好 我很多謝一位朋友 就是高浩正 那當時高浩正 他就介紹了一個網台的主持工作給我 那我最終還是做主持 很有趣 但因為沒辦法 去到逼到賣身 覺得我都要做 也是這個行業裏面的工作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 是有好處的 也學習一下怎樣做主持 也是目前的工作 沒錯 都有得著的 所以我就向著這個方向 那我就做了幾年娛樂的主持 那有些娛樂的專訪 訪問很多藝人 明星 當時很有趣 我記得容祖兒 祖兒 她是我的嘉賓 我要跟她做訪問 她第一句就問我 她說 你在另一間電視台的歌手來過之前 她說 你這樣都記得我嗎 她就說 我記得 然後她說 你現在是否做主持工作 我說是 沒有得唱歌 她說不要緊要了 她說做著先 她說繼續保持著 很多前輩跟我說過這番說話 即是連校長 譚校長先生 她就跟我說 你用心一點 繼續做 因為當時我在那間電視台的時候 是出唱片的時候 我是親手送了一張唱片給校長的 那她都跟我說過這番說話 所以很多前輩跟我說過 你繼續吧 即是就算你跌得多厲害也好 你堅持著你喜歡做的事 你其實是鬥長命的 我也是這樣說 我說好 那我就保持著這份熱誠 那我就繼續做著事 又去繼續寫歌 追尋自己的夢想 去有空唱歌 這樣去做 中間幾個重點就是 保持著 兼著做 即是怎樣也先拖著 是… 但在一直做主持 未必是你最想做的事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感覺 是覺得委屈 或者是… 其實我也挺能唱 為甚麼人看不到 即是頂啊 那種感覺 我又不會這樣想的 即是我經常都覺得 如果我真的很厲害 即是其實… 其實… 應該會很多人會喜歡 即是我未夠了 對不對 那不如想想方法 怎樣去進步 增值吧 增值吧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當時我就… 做了三年的事 即是… 都做了主持三年之後 我就… 大概一、二年的時候 那我就開始就… 去找我的… 本身的隊伍 Space 是 找一些班弟回來 那我跟他們逐個敲門去說 好像大家做了些事未做 那一個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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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五個人走 那個力量很不同的 當時五個人一起走 的洗費 就是大家平均分一點 是 就是會負擔少一點 那大家很好 那一班兄弟就… 好吧 那我們就… 一起去… 再次追尋夢想 互相支持 那種的感覺都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大家一起聊 是 還有那時候也都… 在這一段時間 訓練到自己很多東西 因為… 因為那時候我做幕前上的工作 主持 也都有做一些製作 即是開始知道 原來一個節目 或者鏡頭 怎樣去運用 去拍攝 那我學了很多幕後的東西 那我連MV都自己拍 然後… 哇… 這些真是增值 是啊 當我整個製作 譬如歌已經是自己錄了 MV又自己拍了 甚至乎連訪問 我都自己去… 約一些曾經認識的DJ朋友 去做訪問 那開始在這個行業裡面 認識更多 那… 也都很多朋友支持了 那當別人見到你 你真的… 即是… 有些事情不同了 還有你很努力 努力 即是看到 那就開始 愈來愈多的機會 給我們那時候 樂隊 演出也有 那這些機會裡面 這幾年間 是真的很好 學了很多東西 最後就… 也都… 再次簽回唱片公司 是的 接著就發行了我們唱片的… 即發行了我們樂隊的一張EP 是的 17年了 17年了 是的… 是的… 這段時間我很開心 也曾經得到很多前輩的幫助 因為樂隊的時候 但是很多前輩朋友 覺得我們都… 你們幾十歲人 都… 這麼易血 我很感謝一位朋友 就是黎帥欣小姐 因為呢 小欣子她… 我有一次很… 很…怎麼說 特意敲門找她 我說小欣子 我說我其實想邀請你 做我們CD發佈會的 一個表演嘉賓 我們Crossover玩一些東西 她就… 其實當時不認識 不認識的 不認識的 只不過是同唱片公司 我知道小欣子 然後… 之後她說… 她都不認識我們 就說好 這樣一口就認識 我說怎麼玩? 說 這樣 然後她就聽了我們 覺得我們很… 很有熱血的感覺 她就覺得… 嗯… 這班年輕人是… 有團火 很燃燒到她 她經常說這件事 就是她就是覺得 唱歌是最重要的 就是… 你享受和開心 是… 所以當時她就一口答應 就一起玩 就是這一下 就… 令到之後 我們很多的合作 也都… 小欣子給了一個機會 我就在她的紅館演唱會 我們就… 就可以唱歌了 那這個就是… 突破了我們… 突破了我自己也有很多事 是… 所以很感謝很多前輩 一直以來的… 一些的幫助和鼓勵 嗯… 跟吉吉聊天呢 我發覺原來… 她身邊呢 有很多前輩 很多人拔刀相助 證明她這段時間是… 不斷努力 是沒有放棄過 是… 其實是大家看到的 其實是… 努力了 而且大家一直看到 接受我們的訪問 整個態度 總之今天真是… 紅了 為大家所認識 都仍然是這麼謙虛、踏實 所以都不難理解 為什麼前輩這麼喜歡她 是呀 稍後回來 我們會繼續跟吉吉聊天 大家好, 我是胡美兒 我叫梁小儀, 今年八歲 在街上多少人哭 你會不會去安慰她呢? 會呀 心會想一想 未必立刻上前安慰 我會拍她 你不要哭 一個明白她的眼神 不用說話是最好的 芝菇, 甜甜的是好的 讓她覺得不要那麼苦 我要吃一百粒朱古力才很開心 是… 毛俊輝, 我老公 我今天早上才說 我說人生有你真是好 你想的東西跟我很不同 你可以開解了我很多東西 這樣吧 爸爸媽媽同學經常安慰我 拍下我的肩膀和摸下我的頭 說加油 那我就充滿力量了 人大一歲是不是比較厲害? 是… 你好, 香港電台九十五歲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極速十五秒 來到極速十五秒這一個環節 這個環節同壽無稀不能做馬 因為結果會在電視機面前 清楚為你呈現 誰贏誰輸一玩就知道 究竟怎麼玩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玩法 玩法就是我手上 已經有兩個信封博通的參加者 請在我手上的信封裡面 二選一, 然後在十五秒之內 說出跟問題相關的詞語 說得最多那個就為之贏 有你們每天見證 誰贏極速十五秒 想做馬都難吧 一八七二三一二 現在可以打電話來了 我個人很簡單 想要開心生活 最重要是有音樂 還有可以打遊戲 那就輕輕鬆鬆過每一天 我最近還試過如何過綠色生活 試過之後覺得個人簡單了 跟大自然多了一份聯繫 個人也開心一點 你也想體驗一下的話 可以星期四晚上八點到九點 聽實香港電台第五台節目 綠色輝廷 都有我, 李浩輝陪你一起去嘗試 在電話旁邊我們有何女士 你好 你好, 何女士 有沒有聽剛才的訪問 聽了一點 聽了一點, 沒關係 問題跟他的訪問內容是無關的 有關的是你選A信封還是B信封 A, 麻煩你 A信封, 不用, 麻煩你 好了, 請你看清楚的題目 請你在15秒內說得出最多的 洗手間用品 3、2、1, 開始 洗衣粉、洗澡液、洗頭水 牙刷、牙膏、朗口中 紙巾、刺子、售口水、牙鮮、牙膏 好, 時間夠了 紙巾、刺子分得很精細 接下來看看這位參加者 可否成功挑戰你 我們有賴女士 你好 賴女士, 你好 我沒選擇 你沒選擇嗎? 沒選擇不代表一定輸 不用那麼悔心, 準備好了嗎? 準備 最重要是有信心 請你在15秒內說得出最多的 廚房用品 3、2、1, 開始 油、豉油、蠔油、麻油、燒酒、胡椒粉 糖、鹽、雞粉、香料 夠了 說了很多油 但是政府鼓勵大家少油、鹽、糖 也說了很多調味料 吃得清淡是比較好 不過越說得多 剛才就會成為贏的人 究竟今天哪一個贏呢? 稍後回來 我們就會公佈今天的結果 贏了的人 就可以獲得超善金禮券 我們這個環節每天都有 電話號碼 1872312 想知道哪一個贏呢? 要留意我們香港亂流 還要留意一會兒 有刺激的訪問 當然今天我們會有當我想起你 阿May, 你喜歡Danny什麼? 我最喜歡Danny的真、善、味 還有他的音樂才華 Danny出版過很多張黑膠唱片 我最喜歡的那張就是心愛著你 那你呢? 我最喜歡的那張叫陳伯強精選八六 它是我擁有的第一張陳伯強唱片 2022年4月疫情嚴重 工作生活都受到影響 心情變得很低落很善益 在這個期間的某一個晚上 我無聊地打開收音機 聽到Danny那首 他自創古墓人心的《學彩》 Danny那種充滿正能量的 悅耳動聽歌聲感染了我 我從這首歌開始認識Danny 我是一個從來都不追星的 比較理智的人 但被Danny這種音樂才華深深地吸引了 於是我就急不及待地 買了Danny這張精選黑膠 每當我心情低落的時候 我就會第一時間播《學彩》這一首歌 Danny的歌聲令我變得安心、放鬆、充滿正能量 難怪學彩被列入中學音樂教材 之後我上網搜尋有關他的一切 他短暫的一生遺留了很多家傳胡曉的金曲 陪伴了幾代人的成長 Danny是一個藝術家、音樂家 是至今唯一能夠打動我的偶像 是至今唯一能夠打動我的偶像 在香港暖流 常在眼角中 笑月中心疼 香港暖流 回來香港暖流的節目時間 繼續有拔師 繼續有永業在 永業,剛才聽過很多吉吉以往高高低低的故事 當然了,在這麼長的一段路裡 很多事情都有改變 但他身邊的人沒有變得 簡直是憤怒支持他 從不支持到現在很支持 證明他的眼光好,是嗎? 我們現在問一下吉吉 究竟他們倆是怎麼認識的 我們的VIP 繼續有周吉貝吉吉的 太太跟你是同事認識的還是怎樣? 你剛才說工作的時候遇上她 不是的,其實她以前也是 電視台裡的一些演員、藝人 大家當時在不同的電視台 經過了Mabel和敏寶介紹 對,有一天Mabel跟我說 我有位朋友很欣賞你 出來見一下,我說好 見一見的時候 當下見完之後 大家就好像認識我聊了幾句 覺得挺投契的,不相當 就是這樣開始 有沒有觸電的感覺? 有的… 就算沒有,都說要有的 但很特別 那時候你還沒那麼多人認識的時候 你從文部形容說 你太太那時候的一個女孩子 很欣賞你 就是她在其他渠道已經留意了你 她有看電視 只不過大家有不同的頻道 她有看這一台 知道我的存在 我又真是見過她的演出 所以其實不知道 大家沒有說 因為大家在幕前上的工作 而很欣賞對方 不是的 我純粹是大家出來認識過後 大家覺得OK 都可以發展 那就一開始了 其實就很感謝她的 真的 因為真的經歷了實在 十幾年她看著我 我都是很…怎麼說呢 不是一個很順風順水的階段 甚至乎我一開始認識她 我剛才說過 就是我那時候真是身無紛紋的 就是那時候是二十三歲 對,差不多 很年輕 對,很年輕 但是也不可能沒有收入 但是她有很多事情 鼓勵我,叫我去做 但是她不太支持我做音樂 因為作為另一半 其實看到自己這樣做音樂 沒有錢回來 她也很大力 為了將來的話 你想有家庭 有小朋友也好嗎 大家的目標很明確 也想有一個家庭 她也說過 不要再搞了 其實搞來也沒意思 如果你真的可以 以前你已經可以了 說這些話 真的會去到… 真的嗎? 你那時候會生氣嗎? 沒有 很現實的 是 真的 如果她跟你說一些說話 是包裝過的 很不實際的 那你會很離地 就是我 我會很離地 但是反而是她一直拉著我 不要讓我離地 你可以很實在地去做音樂 就不要離地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的人是會… 我會是完全不理會收入 我是會完全分身去做音樂的人 她很害怕這件事 她很害怕 她很害怕我經歷 就是再一次經歷就是 你全職去做歌手 但是你沒有錢 是 那個狀態是會很…很難接受 她甚至說明 你如果真的這樣去做 我們就分開了 有說過的 這個是一個… 警告 是… 是… 但是怎樣選擇 你想想音樂 可能是你一輩子的熱情所在 另一個人是你愛情的愛所在 哪有得選擇 對你來說 其實可以並存的 現在一直堅持這麼多年 證明給大家看 其實是可以的 其實我就是一直做事 我跟她說我收入不會因為我做歌 而沒有了 好 我唯一是把我的時間在哪個位置 當時我是樂隊 開支就不算很多 也都賺錢也是少 因為要分這麼多份 這是很老實的 但是我們所花的時間是沒有很少過的 因為我們每個星期都會有兩晚的凌晨 夾樂隊 就要寫歌 想很多事情 做很多… 甚至乎唱片的想法 設計 都要自己做完 變相你花的時間是很多 正正就是那段時間 我就結婚了 還有生小朋友 坦白說是很吃力的 你要兩邊去兼顧家庭 加上音樂是很困難的 但是終於我太太都… 沒有怨言 其實很多怨言 但是… 行動上沒有怨言 有怨言就走了 你都搞定了 是的 我都過到了 直至去到19年 我們樂隊開完演唱會 開了一個麥花神的一個演唱會 然後我們樂隊就… 因為方向問題就解散了 我太太其實當時 我知道她是很開心的 是的 真的 她覺得你… 應該要放棄你 不是 她覺得… 終於可以解脫了 你不需要再搞音樂了 這樣 的確是的 因為撞症疫情又來到 很多演出都沒有 我都… 沒辦法 沒得唱歌 歷時大概差不多兩年多 我基本上是沒有唱過任何歌 亦都沒有見朋友 那開始就是那段時間 就有一點點情緒出現了問題 是的 就是這段時間令到我… 好…第一次激 第一次覺得自己 原來我沒有了音樂 沒有了朋友 沒有了身邊那麼多這些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的東西 是會令到我的人變成這樣 會不會迷失 自己沒有了一個方向 其實… 其實沒有迷失 迷失是… 因為你已經知道自己要放棄了 我完全沒有迷失 我打算放棄的 真的打算放棄 因為疫情來到這樣了 都…大家全個行業都沒有 不只是我差 是大家都差 那的時候 不如大家都停一停 那我就每天就是 上班、下班、下班、下班 那家庭… 大家只是忙著 保持著小朋友的衛生 沒有病 都已經是忙到… 忙到想不到其他東西了 那所以去到那個階段 我們…我和太太都… 大家的心情都不是那麼好 不只是我 但我甚至乎是… 厲害到是… 有一點點先兆 我覺得是進入抑鬱的狀態 是… 簡直是有一次很多… 有個身體上… 我覺得是有東西去壓著我 無法呼吸 是的 那我睡覺的時候 壓著我 我直到… 上不回來的感覺 那我就覺得事太嚴重了 那我和太太就說 不如我們去放鬆一下 去休息一下 那這樣 那接著… 幸好就過渡到 那直到真的剛好有一天 就是在網上見到 《忠言紅聲音》那個圖片 是 是 就說有一個該場比賽 35歲以上 那我看一看自己 剛剛夠… 剛剛夠… 是 剛剛夠35歲 是 我就冒著太太不知情的底下 我就… 我就報名了 先斬後袖 很大膽 很大膽 就是這一下就… 衝動地去做這件事 但是太太不支持 但是真的去到中後段 她就改變了她 她沒有生氣嗎 生氣 一開始很生氣 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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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嚴重 因為她覺得 為什麼你一次又一次 再次進入這個行業 為什麼你自己說了 算了 不搞了 又再次去重新音樂 那我就很老實解釋給她聽 因為她曾經說過 你不要經常發明星夢 都是那句話 很現實的 就是太太 就是要拔著我 那我跟她說 我不是 我其實真的想唱歌 我就當給一個… 這麼多年沒有唱 有個舞台可以給你一個機會 唱歌 就由我 我繼續上班 是… 絕對 唱歌 也有業餘 對 她就覺得… 最初不好 但是開始看到我… 有些喜悉 有些人要支持自己 她都覺得 原來… 原來你是… 真的很喜歡 她就改變了她的想法 開始連她中間都開始來看我比賽 那個… 那個改變很大 因為她來到支持我 原來… 有她的支持在這裡 我的心… 我的心會定很多 是嗎 真的… 原來她在這裡 我有一個焦點跟她唱 我記得我唱 《留給謝世上我最愛的人》 那一集 是很厲害的 那個情緒很厲害 她坐在這裡 我就好像幻想著 我要唱這首歌 我們大家要… 即是要… 即是要生離死別 即是那首歌的頭射點 就在她身上 我真的看著她唱 那首歌 所以這一集 我覺得自己的情緒、發揮、各開面 都是挺好的 感情更加容易投入 會的 而且是真摯 即是大家喜歡吉吉 就是拿一些真話出來說 是 即是不會說美化故事 我老婆鳳子一定是很支持我的 或是無條件支持的 她不罵我的 是的 即是因為人生就是有很多 你會覺得痛苦的時間 高高低低 和和人的摩擦 這些才是真實的 是 沒錯 所以演繹的歌 才會這麼真切感動到大家 是 稍後回來我們會問一下吉吉 她將會很真切地投入 去演繹一些經典作品 究竟這是什麼的演出呢 稍後回來問一下她 我們會演繹一些什麼歌 由你自己說 我會演繹有一首 我先不說那麼多 有一首經典的作品 就是哥哥張郭榮先生的一首歌 叫做《當年情》 是的 這首歌 很開心可以有機會唱到 因為曾經我在節目有唱過一段 那時候都覺得很有畫面 因為小時候聽這首歌的時候 當然小時候沒有那麼多這些畫面 都是爸爸聽的時候我就聽了 但是現在再次聽回 也都想到很多這些 譬如可能在電影裡面的一些劇情 然後代入後 原來發覺很有感覺 現在人大了就可能有這種情緒 是 很期待唱這首歌 那阿輝哥和阿占叔 你本身就不認識了 是不認識 但是應該聽過他們的大名 以及聽過他們的作品很多 絕對 這兩位大師 你怎樣形容他們在樂壇的地位呢 顧家輝先生 其實他真的影響了 我想是 我爸爸那個年代 他完全是影響了很多 因為當年他們的歌曲是 繪藉人口 是 我覺得是經歷時代 因為其實那個年代 那個氣氛 或者大家的精神 大家好像我爸爸的那個年代 他們很努力去工作 很拼搏 很拼搏的精神 其實是很能代表的 我會這樣看 另外他的編曲是很厲害 因為我自己有彈結他 我有時會 只要收拾一下他的歌 我發覺他寫歌的概念 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有些學術性 他可能就說 現在的歌可能會有一個 有一個 可能是指定某一種風格 你是想不到 原來顧家輝先生 他的走法是這樣 這個編曲是很厲害 我覺得是很前瞻 已經不是一般人想到那種編曲方式 這個我覺得很欣賞 另外是占叔 其實黃占先生 我曾經有一首歌我很喜歡 就是滄海一星少 為什麼呢 我以前看 因為我很喜歡看電影 看到 少和江湖 是的 許冠傑 他又在當中裡面那個角色 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一唱滄海一星少的時候 就已經想到他的樣子 揹著那個竹籃 很瀟灑的 很瀟灑的 這個畫面 曾經我也都 樂隊的時候 就唱過這首歌 在內地的一個表演 要重新編曲 編了一個 Rocks的版本 我們就唱這首歌 所以我對這首歌的印象 特別深 是 很欣賞兩位的 寫的詞 尤其是占叔寫的詞 真是一些詩詞畫意 詩詞畫意也可以 他口語的戲也可以 所以他真的很厲害 很欣賞兩位 阿布斯 你知道這個表演 除了吉吉之外 還有一些很厲害的前輩級 是的 你會不會有機會 跟前輩交往嗎 有機會 是嗎 那你怕不怕 其實現在很擔心 是 是 因為 殿堂級的前輩 我自己都 盡量做好自己 因為 我很怕一件事 我會拖累別人 我經常跟別人合唱 譬如我曾經跟龍亭合唱過 我就會跟他說 我怕我拖累你 可能我的聲線 未必這麼紅壯 能夾到你的聲線 他們都說不要緊 所以我就會擔心自己 這一部分 但是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是 我會盡量做好自己 贏了好聲音做冠軍 理論上應該 信心滿滿的了 我未敢說 信心滿滿的 但是開始慢慢 會建立到自己的信心 還有我想要一步一步 再去加強自己 唱不同歌曲的風格 因為譬如我 可能唱一些 中高音的歌 會比較大 但是可能 面對一些中低音的歌 我就要反而練多些 這一部分 我也在努力中 是 唱別人的歌 你就很有經驗了 因為 在好聲音 都要演繹別人的歌 但是什麼時候有你自己的歌 新歌 很快 很快 錄了沒有? 其實已經錄了 我的新歌的歌名叫做 你是我唯一的 其實內容就是關於 我追尋了自己的夢想這麼多年 亦都很想借著這個機會 去答謝一些支持自己的人 你是我唯一的 就是什麼呢? 我來講就是 那個你 可能是我的家人 支持我的一些朋友 我希望透過這首歌 可以答謝他們 所以這個 很快的了 就是已經錄好了 就是差一點時間 後期就很快去推出 是不是你自己也拍了MV 和導演 這次不用了 現在不用了 不是現在不用了 這次交給更好的導演去做 是 那這些小朋友呢 是 他喜不喜歡聽你唱歌 本身呢 很有趣 這個問題問得很有趣 就是因為本身他 他知道爸爸唱歌 但是他們沒有什麼興趣 在唱歌方面 你沒有唱過什麼 Baby Shark 有… 有… 他們當然有興趣 但是他對於我唱歌 他沒有什麼看法 他只是覺得爸爸會唱 直到比賽 我想說 他們現在每一首我比賽歌都會唱 這麼厲害 就是在家裡跳舞街 不是在家裡 我曾經有一次帶了… 應該是說我女兒的學校 有一個表演 她說要跟家長一起表演 我女兒就跟我和弟弟一起 我們三個一起唱了跳舞街 三個一起 而他們跟我一起排著 一起跳 好開心 很可愛 這是升級的校園show 請到你這位爸爸去參加 也不是的 我也是用一個家長 投入去跟小朋友玩的心態去玩 其實很開心 因為這個比賽 不僅止是我有自己一些突破 甚至乎是我的小朋友 我估計不到原來他們現在 這麼投入去唱歌、表演 因為我兒子就… 譬如他比較… 雖然外向 但如果他叫他上台表演 他真的不行,很害怕 我記得他那次上台 他就說爸爸,很害怕 他說不用害怕 和你現在演唱一次 真的排了跳 跳完之後他唱了一次 他說爸爸,很喜歡 有信心 有信心就不會害怕 對 對,當表演完之後 大家給掌聲下來 他就說好玩嗎? 好玩,我要再來 這些就是原來發覺… 就是新教 跟他說多少 你叫他唱歌沒用的 就是帶他上台玩一次 原來他很享受 那就行了 中年好聲音的這個比賽 改變了可以說是吉吉 整個人生形容沒錯 有時候想,這次比賽贏了 你有沒有想過 假如回去當天 比賽你沒有贏的話 現在應該會怎麼樣呢? 其實曾經差點發生 因為我在五十強的時候被淘汰過 其實當時我已經想完了 真的沒有了 你不如跌心水 馬死落地走 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覺得我自己未必是適合這個行業 那我真的這樣想 當時我真的這樣想 那我都覺得 如果真的沒有贏的話 可能我現在都是會繼續唱的 但是那個方式呢 就自己玩 是 可能真的想著寫歌的話 就自己推出 因為我覺得現在這個世代 就算不一定要有一個很大的平台 其實你自己都可以 很多獨立人都是這樣出來 自己寫歌 就是我經常覺得 你真是有心去做的 其實是有人看到的 所以我很開心 很幸運 都有很多身邊的一些歌手朋友 獨立朋友 就是他們很保持著做 那都是我一些很好的戰友 那些 那我都經常用我自己這個人生 去跟他們說 我這樣都可以 你一定可以的 那大家互相勉勵 希望接下來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勉力 去跟其他不同的人一起交通 令到這件事 大家一起開心一些 一起玩 我想這樣 我們期待 接下來有更多的作品 給我們聽 你會看到他拿冠軍前冠軍後 對於音樂的熱誠 其實是沒有分別 你仍然都是你 是 下次我們期待再跟吉吉聊天 多謝 多謝吉吉 再見 我太少了 我太少了 你還想想請綁綁綁